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新书《癌症大解密》的Cancer Code则是他爬书漫长的癌症的历史 抽丝剥茧的带人认识人类的头号敌人癌症 其实 癌细胞是由我们自身健康细胞转变而来的 癌症的起源如同种子 早就存在身体的每个细胞中 杰森方在书中为癌症治疗找到一条新思路 提出癌症范食3.0 种子与土壤假说 并发现有近50%的癌症与营养膳食 情绪压力有关 而预防癌症的最有效策略即是 不提供细胞变异的环境土壤 避免高胰岛素相关的疾病 包括肥胖 胰岛素阻抗及第二型糖尿病 台湾个人健康乐活行动联盟林金元理事长 为帮助广大的癌友与家属 联盟全额赞助版权翻译及第一刷印纸费 集结了很多人的努力 终于在9月将癌症大解密中文书正式出版 联盟公益捐赠300本新书与台湾陶生阳防癌基金会 成立已满50年的陶生阳防癌基金会 是台湾民间第一个防癌组织 一直致力于传播防癌知识及协助防癌研究 台湾个人健康乐活行动联盟及陶生阳防癌基金会双方同意 未来将共同推动 提升癌症医学与癌病治疗的突破 将西方医学 自然医学 生活医学等三种医学加以整合 找到癌病防治的新策略与方法 并教育大众认识癌症的成因与通过选择更好的生活方式 来避免提供癌细胞生长的土壤 让个人 家庭 社区 远离离癌和避免疗后复发 达成健康乐活 优雅长寿的人生目标 健康生活编辑部 谢谢收看 健康生活关心您的生活健康 请订阅 点赞及转传 谢谢观看 如果您可以 请订阅 点赞及等待